多人在用任何家電的時候 你最後還是講究的是功能 半夜的時候 如果你敲一下門 就知道裡面放什麼東西 可以說是未來冰箱 但現在就可以擁有 洗衣機當然容量是非常重要的 又或者是上下雙冷洗 我就可以上面洗這個 下面洗那個 節省時間 然後很有效率 也達到我對清潔的要求 電視機能夠再大一點 但是再薄一點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矛盾 可是是不是有人真的做得到 很大很大 畫面非常的犀利 但是卻很薄 我想這些都是我對電視機的 一個新的期待 男人在外面要打仗 回到家裡面做一些家室 放空一下 其實我認為這是一個 很好的充電的小時光 外型到內在都強大的家用品 我想做家室 絕對是一個享受 所以你覺得很大